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人尽人爱花尽花开的三野美食 猪肉是我们常吃的一种美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 每次我们去买猪肉的时候 总是看到肉贩子拿着干净的抹布 在肉上面擦来擦去 还有不少商贩 拿着像金银一样的东西 在肉上面撒来撒去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要削酸盐啦 在这里我跟大家声明一下 现在往肉上面撒 要削酸盐的肉贩子 已经是极少数的啦 我们平日买回来的猪肉 将它切成小块了之后 大家有没有发现 猪肉外表的颜色和内部的颜色不一致 如果猪肉外面的颜色是非常的虚红 而内里的颜色是发白的 如果要是遇到那样的情况 有很可能你已经买到了 撒了亚蝦酸盐的猪肉啦 亚蝦酸盐是一种无机化合物 并且对人体有很多危害 那为什么肉贩子还在猪肉上撒亚蝦酸盐呢 因为亚蝦酸盐呢 它可以起到增涉和防腐的作用 一般要是抹了亚蝦酸盐的猪肉 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可能是注水猪肉 因为猪肉在注水的同时 难免会注入微生物 为了隐藏生肉存饭的时机 所以呢就加了亚蝦酸盐 还有就是猪肉注水过后 瘦肉颜色发白 而像遇到发白的猪肉 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会去购买的 为了掩盖难看的白色 有一些不良生亡 就会往上面抹上一些亚蝦酸盐 使得猪肉的颜色变得漆红 让人误以为这是最新鲜的猪肉 第二点有可能是变死的猪肉 变死猪肉颜色发污有余斑 要是抹了亚蝦酸盐后 颜色就变得非常的虚红 并且更加的艳丽 这样也让人误以为是 新鲜甘仔的猪肉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区分 亚蝦酸盐猪肉呢 隔壁卖猪肉的老情人 教我两个辨别方法 看完可别再买错了哦 第一个方法摸一摸 很多人去菜市场买菜买肉 由于行脏 基本自己不动手去挑选 都是让老板随便装 然后父亲就走人 其实负责任的女人 都会自己动手去挑选的 这样会放心一些 我们在买肉的时候 一定要用手摸一摸 这样呢就可以感觉到 肉质是否新鲜 买肉的话 我们一定要用手去摸一摸猪肉 就可以感觉得到新鲜的猪肉 首先它是湿润不干的 并且摸起来 手感不会发黏 相反呢 猪肉摸起来非常的干燥 不清爽的猪肉 我们就一定不要购买啦 同时呢 我们可以用手再去按一按 感受一下猪肉 如果猪肉一按下去 猪肉就塌下去的话 则表示猪肉不鲜心 或者是猪了水的猪肉 要是我们按压下去 立即回弹 则表示猪肉非常的新鲜 所以呢 我们在买猪肉的时候 一定要用手去摸一摸 感受一下 就知道猪肉是否新鲜啦 方法二 闻一闻 我们在购买猪肉的时候 拿一块猪肉来闻一闻 当年宰杀不超过两个小时的猪肉 我们用鼻子来闻的话 虽然是有腥味 但是基本都是有肉香味 但是如果是遇到 摸了亚香酸盐的猪肉 我们拿起来闻 就会有一股火腿肠的味道 和正常的肉味已经不太一样啦 这一点呢 是很好判断的 有时间的话 去菜市场那里买肉的时候 我们拿肉来闻一闻 多闻几家多闻几块猪肉 我们就会发现 好坏肉的气味区别还是很大的 还有一个就是 平时我们去购买肉的时候 只要是肉类 我们都会发现 饭们用的灯光跟平日里 我们炸的灯光是不一致的 他们炸的灯光 使得我们看起来 肉质非常的欣欣 所以呢 我们在买肉的时候 可以拿着猪肉离开灯光来看一看 猪肉是否惺惺一看便知 好了看到这里 大家也不要过于惊慌 因为现在使用 压虾酸盐的肉贩子是极少啦 现在不管哪个市场 都会有着有关部门的精测 所以呢现在肉贩子也很少动手脚了 一般我们大家在市场上 买的肉还是安全的 但是为了家人的健康着想 希望大家以后买肉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甄别一下 另外提醒大家一下 大家有没有发现过 在买猪肉的时候有掉包过的呢 我就有一次精神经历 买的时候我叫他哥的是 好的新鲜的猪肉 一回到家却发现 已经是臭了的猪肉啦 但是我拿回去跟他话 他又不承认了 所以呢我们当场的时候 他撑好付钱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新闻一闻那个猪肉 是不是我们当场叫他割下来的那一块 所以呢我们在购买猪肉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的挑选和警察 看完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有用的话 就帮忙点个赞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才不会迷路哦 拜拜